朋友我们正在文音带来的是2022国际组联17岁以下女子世界杯的比赛 这是C组的小组赛 波西哥队对阵中国女足优势期国家队 现在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呢 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身穿白色上衣的是中国女足优势期 尹丽红 自己在套边啊 成全了队友的一次往中路的传球 这次中国队刚才在前场的发动的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 我们会看到呢尹丽红在给队友做出配合之后 他自己呢是往左边路往外侧去 再来看一下得球之后 他给队友做出了传球 然后往外线去套边吸引防守注意力 而成全了自己的队友呢 完成了一次斜线的四传四射 一脚直三球提高节奏 中国三次反响成功 两边都有队友来呼应送出直三球 而且特别是从最近的半年以来 有不少的女足队员呢都开始进行流洋 在海外比赛拉链赛俱乐部 对于他们计算是水平的提高 包括说在对抗的强度上面 能够有提高是很有好处的 这球应该是已经出了底线了 现在终于加在后 欧阳玉环的在前 另外还包括移动过来的11号王立城 这条右边路现在打开的比较活的 这一下非常好 如果这一下咱们的队员没有上去 那么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方直接去打到我们的这个防守区域了 而我们另外的队员呢往往都在中场 没有能够及时归位 所以刚才呢 卢嘉玉的那次上响非常的重要 所以对于这一支女族 女族姑娘们来说 不管我们过去两次参赛的成绩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 看来这一次高举高打 其实弱点不错 而且这球呢 是欧阳玉环呢 从右边路往内切进来 到了中间完成的这一次投球的争论 斜角的这种斜传中啊 上半场比赛 我们已经看到过一次了 当时很有威胁 就在刚刚过去的两分钟的 墨西哥队是有一个左右两侧 边路队员的换队 女族姑娘们说小心提防 外围的这个打门 守得人流添一次精彩的飞升 愉悦铺序 还是在外围 门将呢 面对对方的这一次射门啊 而且还发生了折线的射门 准备的也很充分 乔瑞琪 哇 这次来看看 乔瑞琪呢 是想打一个进门柱 但是这球呢 没有能够制准部位 假动作突然提速 左脚往里面去转 对方的门将呢 第一下呢 风堵出来 这球立功心切啊 想自己呢 再上去鼓射 看看这球 给越前点 转进去 二点 主菜单给了点球 这是我们通过 前场的一刻 愿意球 二次的机会 在禁区内 非常冷静的先把球护住 转转去寻找机会 这就是不着急需要一点的进攻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球啊 黄嘉欣 非常冷静 他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黄嘉欣呢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 是因为自己的手球 被主裁判吹罚了点球 而在下半场 中国队的第一个机会 又正是他创造出来的点球机会 乔瑞奇上完的比赛 主要在进攻封线上面 靠右侧的区域活动 他更多靠右侧一些 而李鸿的则是靠左一些 相距12码的较量 出跑 大门 中国队进球了 比赛第49分钟 场上队长乔瑞奇 通过点球 帮助中国优势新女卒 首开记录 这是中国女卒 在本届赛事当中的 第一个进球 上半场比赛 给对方点球的 黄佳心 下半场比赛 又创造了点球 也许对于姑娘们来说 足球场上的瞬息万变 莫过如此 他们会在之后的足球生涯当中 体会到这些 而乔瑞奇顶住了压力 点球主划的质量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上半场比赛 其实中国队的这些姑娘们 冲着抢着确实是非常厉害 所以接下来 比赛的这整个下半场 大部分时间 岂能该如何分配 不光是场上这些队员 另外包括场边的教练组 都得去做好预案 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的队一和队友 都在帮他去进行牵拉 等等场上队员的一些身体的情况 包括可能一些伤病的隐患 包括乔瑞奇现在的这个状况 我们也都要去关心一下 刚才应该是让在之前 在场边治疗的欧阳玉环的回到场内 孙雅杰直接打了 这球打得不错 其实这球呢还是比较远 30米开了 尝试了一较直接射门 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稍稍的高出了一些横梁 这球基球还是比较脆的 其实我们在前场的反抢数量 真的是不少 但是反抢下来以后呢 如何能够转化成进攻 尤其是连续的进攻 很重要 如果我们在前场把球抢断下来以后 但是没有能够形成连续进攻 那我们的后防线是不是正处在一个空虚的位置 等待另外一顿队友的落问连接到左路 我看到这边黄烈欣 对不着急 一对一走内线 需要这种一对一的突破 我们为什么会非常强调 就是两个边前 他这种一对一的能力 你只有比较好的一对一的能力呢 你才能对方的防火队员呢 不断往回压 然后让对手的后防线呢 有其他的队友过来去补卫斜防 另外呢就是要小心 在墨西哥队反击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最近的15分钟两次给到了任一球 虽然任一球的位置距离本方的禁区 本方的球门都比较远 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进行 接下来常规时间还剩15分钟 这都是要去注意 墨西哥的几次通过中路的斜长船 找左路的进攻队员 可是对方最近在用的比较多的招式 哇 这叫外围的打门 来自于球队的8号塞尔温 刘晨 依旧稳健 这边守卫员呢 今天这场比赛啊 高阶低档 已经几次化解对手的威胁进攻了 比赛是来到了80分钟以后 这一下应该是内部刚才被点了一下 就是这一下 但是有句话说呢 是你只有拼尽全力 你才能得到机会 在三四名的比赛当中的中国女足呢 是就这批姑娘呢 是把澳大利亚给拼下来了 获得了第三名 才有了这一次 能够去逮捕参加女足世界杯正赛的这个资格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足坛呢 有很多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92年 丹麦第五三赛最后夺冠 上演丹麦童话 所以总而言之 你首先得做到自己的全亲全力 才能够去 把握住更多的机会 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呢 前场的任意球 这对于中国队的姑娘们来说呢 是非常有利的 对方现在的这个心态呢比较着急 所以刚才在这个上抢侧后方的一次反规 柯林 欧阳玉环的右边路和左边路这两侧都打了 看看宋雅杰还是直接打 没有能够穿越人墙 常规时间是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接下来球过来 中间拿到 来看看 直接交给队友 面对门下进的进区 这次大门切进了 比赛进攻到最后的时刻 90分钟 中国女族把比分给改写成了2比0 这是刚刚这一步登场的两位队员 这几乎是他们的第一次出球 这队进攻也彻底杀死了比赛 中国游世纪女族国家队目前是2比0 领先于墨西哥队赛来看一下 2点球拿到了 这脚脚腕一抖啊 直接一脚直三 交给了冲刺的于星月 于星月的这时候速度也非常快 流星一般的滑破了对方的防线 冷静的推射 比分变成了2比0 卡住了进攻的线路 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 推射破门 这场比赛唯有悬念了 刚才呢 两位女族姑娘 刚刚替补登场16号葛玉和15号于星月 两人呢 是完成了一次美妙的连线 这是中国队的借败球 取得的一次进攻 最终转化为了进球 墨西哥队一直在主打左路 主角小心 在最后时刻 一定要小心对方的连续的进攻 小心对方的转移球 对方的这次打门啊 又是刘晨 今天这场比赛 刘晨的发挥也是神了 这一脚打门真的是打上劲了 球队的11号 巴尔加斯 他的威胁在整场比赛就没有断过 刘晨赢得了几次跟他的直接对话 巴尔加斯的射门都是他给化解了 布什也是来到了最后半分钟 集中注意力 对方是囤积重兵在球门区内 高球来到了门前 尽快地化解威胁 对方的13号 进步登场的阿姆霍特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了 在2022国际足联17岁以下 女足世界杯的C组 首轮比赛当中 中国17岁以下 女子国家队是取得了开门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